又來到進來看新聞的時間了 歡迎生活主播林昆慶 昆慶早安 趙雲早 大家早安 今天要帶大家看什麼新聞呢 最近各家的汽車業者 都開始布局電動車市場 那福斯汽車前天就說 計畫投入將近6兆元 來搶攻電動車的市場 沒有錯 國內現在也越來越多的駕駛朋友 都加入這個駕駛電動車的行列了 趙雲會想要來開電動車嗎 我很想啊 想說啊 這個電動車很好操控 其實乘客的乘坐的舒適度 也是大幅提升的 但是你知道我們要塗的是什麼 它的這個自動駕駛系統 感覺啦 對於新手駕駛 好像比較安全一些 沒錯 現在電動車的這個功能 真的是越來越多 不過真的要買電動車的話 口袋可能也要夠深啦 好不過呢 不只福斯啊 包括三菱 BMW 還有代工廠 核碩現在都看好 未來電動車的市場 紛紛的要來分食這塊大餅 好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 要說到今年的車試呢 就要先來說到德國車廠BMW了 BMW前幾年呢 都把漲非常兇的成本呢 轉嫁給了消費者 但是呢 隨著全球半導體危機 持續的緩和 BMW也宣布 今年的汽車售價 將要來動漲 新車和二手車的價格 在去年漲過一波之後 今年的售價 預計將穩定下來 好不過呢 同時他們也宣布了 要轉向發展電動車的步伐 要來趕進度了 他們喊出 估計到二零二五年 每賣出四輛新車 就要有一輛是電動車 而另外除了BMW之外 日本三菱汽車 在二零二一年度 電動車款 只佔了銷售比重的百分之七 但是呢 他們也計畫 到了二零三零年度 要有半數的銷售車款 是電動車 而到了二零三五年 則是要把比例拉高到百分之百 也就是說呢 到了二零三五年的時候 他們只要賣電動車相關的車款了 而另外呢 要說到這個發展電動車 也要來說一下福斯汽車了 福斯呢 他們在十四號的時候宣布 即將啟動一個五年的計畫 他們為了實現 在二零三零年的時候 可以把電動車的全球銷售占比 提高到百分之五十的目標 決定呢 在這一項投資計畫當中 投入超過一千八百億歐元 相當於新台幣五兆八千八百五十億元的金額 那麼專門呢 是用在這個電池工廠 還有原物料的生產當中 而另外呢 像是代工廠 和索啊 在這個近期召開的法術會當中也強調 針對和索目前的電動車的競爭布局 還是著重在所謂的電子零組件 而他們的最大客戶 就是電動車的龍頭 特斯拉了 和索也說 目前電動車的業務 這個業績啊 每年都以雙位數來成長 那麼希望呢 電動車的營收占比 能從現在的個位數 在兩年內可以突破一成 好 不過呢 我們說到特斯拉 美加地區現在的電動車市場 已經是特斯拉在主導了 不過呢 在加拿大卻發生了這樣子的一個離奇事件 有車主用APP解鎖 沒想到竟然解鎖到一台停在隔壁 並且是同車型 而且同顏色的別人的車 甚至呢 還可以直接給開走 這樣子的烏龍事件 現在也引發了特斯拉車主的恐慌 而我們也實際的來實測 帶來看 全球電動車龍頭 特斯拉在美加以主導市場 但加拿大一名特斯拉車主 應趕著去接小孩 眼前又是兩輛特斯拉 同色同車型且並排停 他用APP解鎖後 就把車開走 但萬萬沒想到 開走的特斯拉 竟是別人的 直到原車主傳簡訊後 才緊急車歸原主 離奇烏龍引發特斯拉車主恐慌 問題到底出在哪 實際用兩台同車型實測 用APP解鎖 解鎖的是自己的車 再實測第二次 這次換不同車型實測 同樣也不會發生烏龍 車主研判問題可能出在這 我個人是覺得 可能是那個感應鑰匙 卡片的鑰匙 放在車上的正確位置 被車上感應到了 誤打誤創 就剛好車上的鑰匙 然後你有開到別人的車子 所以你就可以把別人車子開走 Malo 3標配都是白色的 他沒有改裝 其實都長得一樣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他上車 然後直接就把車開走 另外一個車主的鑰匙也沒拿走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把車開走 車主認為唯一合理解釋 是原車主誤把車鑰匙忘在車內 車子沒鎖狀態下 任何人上車 都可以直接把車開走 但也有人認為 會不會是代客趴車模式惹的禍 可是你要用這個模式 你就一樣要 剛剛要設定密碼 不知道對方密碼 也不可能開得走 又或者APP有bug 車主也認為機率不大 覺得是不是程式的問題 這個可以去找一下答案 但我覺得不太可能 究竟我開鎖 卻開你車 烏龍怎麼發生 恐怕只有當事人最清楚 近期 新聞新聞新聞 這有參與到 好看完了車子 我們來看看房子 在疫情趨緩之後 人流也開始變多了 台北東區中校東路三段 在去年九月 有一筆店面的成交紀錄 坪數大約是二十八點九坪 總價是一點三五億元 換算下來呢 每坪的單價大約是四百六十六點五萬元 創下了房地合一稅上路之後 七年以來 店面的單價的新高紀錄 那麼房舟就分析了 因為這個店面的地點 就位在捷運中校復興站的旁邊 而且呢 對面就是單區的指標都跟案 台北之星了 而且新光三月百貨也將在今年中來進駐 除了擁有雙捷運轉成的交通優勢之外 也有雙百貨來帶動人潮 好因此呢 非常具有這個商業的價值了 而說到不只東區啊 位在這個捷運中山站旁邊的南西商圈 最近也有一筆成交紀錄引發大家關注了 那麼就是出現在南京西路二十三項上面 就是捷運站出來的這個線形公園旁邊 那麼根據石家登陸的資料啊 這一間店面呢 以總價二點二億元來成交 而且他的屋齡高達六十六年 建坪三十三點三二坪 換算下來 每個建坪單價大約是六百六十萬元 是整個南京東路 南京西路有石家登陸以來歷史最高的單價 那麼房仲就分析了 南京商圈人潮非常多加上非常鄰近捷運 雖然這樣子的售價換算投資報酬率不高 但是呢 買家應該是看到未來改建的這個效益 而不過說到買房子 遇到鄰居不斷製造噪音 也會讓人非常的頭痛 新北市呢 就有一名住戶投訴了 鄰居常常在半夜製造噪音 不是拖椅子 就是和老婆吵架摔門 他們報警了兩次 依舊是沒有辦法改善 而他的身份現在也曝光 還是美食節目上小有名氣的新男主廚 然後有收藏就這樣 過這兩道牆下來 然後我們為了他們那麼吵 我們就貼這個隔音墊 就是這些擾人聲響 新北市蕭小姐被樓上住戶 吵到整夜無法入睡 已經動不掉 夫妻很常吵架 他吵架的時候就是會歇斯底底的 丟東西啊 摔門啊 然後我也報警報了一兩次 說到滿肚子氣 無論親自協調 招廣委會通通沒笑 15後凌晨 只好找玻璃市大人處理 這會被指控擾鈴的 是小有名氣的藝人主廚 施潔夫 這道菜其實 他的發想也是來自於 爸爸的餐廳 因為這道菜是在爸爸餐廳裡面 非常 他是非常樂賣的一道菜 長相斯文帥氣 參加綜藝料理節目出名 父親還是新北市 清清餐廳的老闆阿發師 施潔夫節目上 溫暖做菜形象 深得觀眾的心 前一天還在社群 PO出自己和老婆放閃照 不料崔被鄰居指控是 惡鄰居 老人家心臟不好 病病病病的時候 我會心急啊 會睡不好一定的啊 住戶甚至寫了陳情書 施潔夫本人簽名回應 早已依舊無法獲得改善 我單方面的認為 他不完全是事實 因為其實噪音 或者是聲音來的方式 可能有很多種 他不一定是從我們這一戶出來的 尤其我們 我們這一棟跟隔壁社區的洞距 其實可能不到一公尺 好不吵或許很主觀 但鄰居只求能獲得半夜寧靜 繼續劉沛穎 陳志豐採訪報導 好 另外看到現在疫情趨緩 出國的人越來越多了 航空業者的客運量 也從二月開始有明顯的升溫 好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 華航的二月營收呢 已經來到了一百二十六點七一億元 創下了近五年同期的新高 客運的收入年增率 也來到了百分之八百六十六點四四 而另外呢 在長榮的部分 營收也成長了將近有五成之多 年增率百分之一千一百二十七點七一 那麼新宇就更驚人了 營收年增百分之二兩千零二十九 客運的營收也年增百分之三千七百六十 而另外呢 在廉價航空的部分台灣虎航也有相當不錯的成績 前兩個月的營收 累積了十七點零四億元 年增百分之一千九百九十三 那麼最主要的因素呢 當然還是因為這個疫情趨緩之後 運能逐步的恢復 而且市場需求轉強 對航空業來說 當然就是一大利多了 而說到出國旅遊 很多人會覺得說現在機票真的好貴啊 所以選很多人會選擇搭乘這個廉價航空 那麼有旅遊業者就做了調查 這個廉價航空的熱銷航線排行現在也出爐了 那麼第一二三名都是國人最愛去的日本 那麼包括了台北飛東京最熱門 第二名則是台北飛大阪 第三名則是台北飛沖繩 而第四、第五名則是非韓國首爾 和泰國的曼谷 那麼旅遊業者就分析了 前往東北亞地區的旅客當中 有高達九成是選擇去日本旅遊 其中有超過六成選擇東京 當所謂的旅遊的目的地 而日本的這個二線城市的航點 現在也逐步的在副航當中 因此旅遊業者也非常看好 未來這個二線城市的航段 那麼以上進來看新聞 資訊提供給大家參考 把時間還給趙文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